成分简单但成效一点都不简单的简单又来啦 简单这次一样带来了经典三步骤 让只要有人听就好用好用满 最重要的是热销超过五座101的 简单玫瑰青春录三百梦 周年庆后即将绝版 各位务必把握机会入手 我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我对他的爱 他是我的年度空空傻 我从收到的第一天试用后 就把他引进我的日日宠爱区 上个月就已经用完了一直在等补货 这次我也请了NPD 一起担负简单玫瑰青春录的试用大任 让大家可以听见更多元的心得 以下是他的回馈 哈喽大家好我是NPD 那身为干肌的我呢 最在乎的就是保湿了 我习惯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会湿浮 那对化妆水的需求 就是成分要天然温和 那简单玫瑰青春录 就算直接敷在容易泛红的鼻翼上 也完全不刺激 有舒缓干涩的效果 那小时候不懂事的我也用过 含酒精香精的化妆水 那闻过玫瑰青春录疗愈的精油香气之后呢 你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天然的香味 因为用得太开心 我甚至不到三个月 就把那罐玫瑰青春录用完了 而我本人这次也终于分到了 极静白淡斑精华 因为一直以来都知道 肤色的深浅更多还是受限于基因 所以之前也都不抱期待的把这瓶分给 还有机会精益求精的雅群 但这次入手试用后 又改变了我的想法 认真使用一段时间后 确实增加了光泽度与透明感 肤色均匀后 看起来气色自然就会好很多 如果你跟我一样 在泰国会被问有没有会员卡 我觉得你可以大胆尝试 这次简单一年一度 最优惠的时刻即将来临 周年庆年度优惠六二折起 单品就免疫 再也不用到处跟人凑团 现金折加满额赠 最高价值多达9270 还送购物金 长鸟优惠期间只到9月28哦 秋天换季 最容易意外不断的我 也要趁这机器会 一起捕获最爱的 简单高效复活精粹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油保养 或是总觉得油保养过于粘腻厚重 这支产品绝对好吸收到超乎你的想象 这次可以给简单 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趁周年庆赶紧入手体验哦 嗨 欢迎回到主要有人听就好 我是嘉瑜 我是雅群 嗨 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个 算是近年堪称一个超级大热门的话题 真的 应该算是很轰动吧 毕竟公司都有特别成立的群组 虽然群组里面只有四个人 对 亚群知道那个群组的名字叫什么吗 我忘记了 NPD就在里面 只要有人类图 对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 就是人类图这个 算近年就是新兴的一种 人格分析方式吧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 然后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 在人类图这个领域呢 钻研有成的 一位超级大来宾 就是我们的秦寿姐 欢迎她耶 嗨 大家好 我是秦寿姐 我当初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你的样子 然后我本来以为来的会是一个 非常犀利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讲 对 对 就是你可能会穿大红色来 然后涂红色指甲油 会有接指甲那种感觉 我脑中想象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很像公关公司的人 你懂吗 就是那种会出来当发言人 然后气焰很强的那种 女企业夹 女强人的样子 结果初不是想到你一个邻居小孩之类的吗 我觉得你很像很会画画的那种 就是很疗愈系的 很会画画的 画插画家 然后会画四眼会的那种风格 也蛮像一些可爱小禽兽的 就是 可爱小动物 松鼠松鼠那种的 就是偏可爱路线的 或是那个 我不知道瓜嘎叫什么 不是带熊 但是有一种可爱的小 也是涅齿 我知道你说的 在澳洲 对对对 好 有没有想到接受到这些 非常傻眼的回应 我觉得 其实我应该接受这种反差 真的 很棒很棒 对 然后今天之所以就是有办法邀请到禽兽节 也是因为刚好我们公司有一位同事跟他认识 然后他介绍他的时候 就是说 当初啊 就是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郑家纯是哪一位名人吗 那就是 网络上其实有蛮多做人类图的专家 可能都有去分析一些名人的人类图 然后来分析一下他的性格啊怎么样的 这个里面呢 就是由于郑家纯 就是他看到了 秦兽节帮他做的分析之后 觉得这个很准 这个真的很准 所以他就有邀秦兽节上他的podcast 跟他聊聊 人类图这件事情 那我想说 其实我们的听众 包含我们自己 可能也不是对人类图说 真的超级了解 这一次就是难得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跟亚群也都把我们的人类图 就先上缴给这个秦兽节 请他大致上来帮我们看一下 就如果大家 呃 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上一集是讲那个 职丫咨询嘛 所以 有一点像是上一集 我们就透过职丫咨询来抓周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透过这个人类图来抓周 虽然我们都已经三十岁才在抓 但是我觉得也还OK啦 就这种事情就是永远不嫌晚 其实人类图就是 我们刚刚有说我们公司 甚至有成立一个群组 然后其实在 不知道多久以前 半年前还是一年前嘛 就我意外得知 我们公司 有大概一两个同事 或是那个群组 在搜集 不是刻意 但就是里面永远 全公司的人类图的时候 我超级惊讶的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那个意思好像是 也不是说私密 但是就有一种 会被看穿的感觉 可是我那时候也就是很 什么都没有想 就把我的那个 称结果丢出来 因为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个 只要有人人类图库 就蛮好笑的 哦 那如果他懂得蛮多的 他确实真的有一种 可以把你看透的感觉 对 但是其实就是看他的程度 然后他搜集这些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蛮关键的是 他很想了解每个人 然后他 他想要知道 MPD在展示无数的人类图 然后他想要就是 他也想学习啦 就是怎么理解不同的人 跟想要知道 怎么样跟不同的人来互动 哦 因为人类图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 可以说用处 我觉得他除了是 理解自己之外 也是一种 对自己跟对人的 接纳 然后因为我们 常常都会说一句话说 我们要尊重不一样人啊 可是其实很少人知道 所谓的不一样 到底是指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希望 大家都要跟我想的一样 我想才是对的 可是人类图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让你知道说 哦原来 你与我的设计 就是这样不同 对 所以我们 会有这样的不一样 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大家就是看了 我们公司 同事的人类图之后发现 很高度的比率是 蛮集中的 嗯 就像比如说 有一两个项目 对 因为人类图是不是把 大家的性格 对 分成几个主要的类型 比如说 显示者啊 生产者之类 然后我们公司 就是有超多显示者 所以我一开始以为 显示者是比较多 因为我本来这样以为 我不太懂 我想说 秦秀姐要不要跟大家 介绍一下 就大概有哪些 像这样的性格 然后他们各自 比如说 大概不用跟我们讲 实际的数字 就他们大概的 多或是少 哦 其实显示者 算是蛮少的一个类型 我超正经 我超正经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 它只有 全人类的 大概8到9% 有够少 听起来很少 可是其实8到9 你还是 可以遇到 对 不少啦 因为我们公司 好像超过 四分之一以上 这种的 对 我那时候发现 你们两位 都是显示者 所以我也是 觉得震惊 然后觉得 真的 对 然后但是一方面 松口气 因为 哦 为什么 其实我真是 最怕遇到生产者 没有啦 因为生产者 真的是最多 也最容易遇到类型 大概占了70% 宝妮 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你的朋友 是不是就是生产者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生产者 他会有一个 剑骨的能量 在一直在运作 然后那个剑骨 呃 他有点像一种 体内的马达 哦 然后一直无时无刻 在 对对对 他只要醒着 他就在运作这样子 人家一直 小蜜蜂 在嗡嗡嗡 在工作 嗯 但是呃 生产者的那个 内在权威 就是通常他 一定要透过那个 剑骨来回应 这样子 然后所以 那个剑骨就会 需要花非常多时间 说明 什么时候 其实看到 两位都是显示者 所以我觉得 嗯 显示者有很多 我觉得也可以 就是值得一提的地方 嗯 然后 像是 呃就是 很容易被注意到 很容易被注意到 跟想要被注意到是 两回事 是不一样的哦 哦 不一样 所以他也没有 因果或是 互相影响的关系 对 而且甚至很多显示者 尤其是 女生 有时候反而会 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 他会觉得 因为从小可能 太常被注意了 没有想要招风影 对 但是一直又 莫名的被人家的 目光注视 或是别人会对你们 有所误解 嗯嗯嗯 为什么会到 有所误解啊 因为显示者的 能量场 它是 呃我现在先讲 能量场 就是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能量场 就是你打开 手背宽 然后 乘以两倍 长宽高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在 彼此的能量场之中 会互相影响 很大呢 对 但是显示者能量场 它其实是 有封闭的特质 就是 它并不是一个 开放敞开的 能量场 所以如果你 什么都不讲的时候 其实真的也没有人 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除非它跟你很熟了 但是 因为它能量场 会觉得好像 跟你好像无法 有那个交流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显示者很容易觉得 被人注目的原因 因为 你就想象说 如果70%的人 都是生产者 那大家的能量场 因为生产者的能量场 都是敞开的 开放的 然后互相可以交融的 在这样的群体中 有一两位显示者的话 他们就会很容易被注意到 就很像太阳一样 有锋芒 可是那种锋芒又会 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种 好像有攻击性 可是这并不是说 你们真的 去攻击别人 是会带给人家这样子的 好像一种突兀的感觉 有点像你们 像外星人 也因此就是 你们看事情 或是 在跟这个世界的 能量的运作的时候 会 跟大家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 自己不想要 去主动告知别人说 你现在打算要做什么事情 别人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也猜不透 你们在想什么 有些显示者也会 觉得好像不喜欢 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然后久了以后 就会越觉得说 算了那我就 什么都不要讲 然后我也不要解释 之类的 然后就更疏离 这种情况也会有 大家如果上网 去想要测自己的人类图 就是出来之后 除了会有一个 看不懂的图表 好像有一个人 坐在那边以外 还会有一个表格 就它里面就会讲到 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它会告诉你说 你是哪一个类型的人 然后还有像是 还有非常多 看不懂的东西 你的人生角色啦 你的定义 以及你的内在权威 跟非自己主题 以及策略 像显示者的策略 是不是就是告知 对对对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看到告知的时候 也是想说 什么意思 然后我去查 他就说 给显示者的一个 建议 就是说 当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对 你要跟别人讲 就你不用征询 他们的同意 但你要跟他们讲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为什么要跟他们讲 就是 我真的直觉就是 为什么要讲 我也不是不讲 我只是觉得 他们有想听吗 之类的 就我真的会习惯 不要讲 我不是刻意不讲 你懂吗 我就是觉得说 他应该不会想知道 或者是 这个 应该也还好 他应该也还好吧 这样 我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告知 是什么意思 然后所有的 那个人类图类型 像 显示者 然后还有 我刚刚有提到 生产者 每一个类型 他都有 那个不同的策略 对 但唯独 显示者策略 这个告知 他其实算是一个 要后天养成的策略 就是他也真的 有点不太符合 先天你们的惯性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会觉得 为什么要讲 那其实 如果说要 要谈要讲 这件事情好 那要跟谁讲 其实你不用 昭告天下 就是你不用 去跟所有人讲 你只要跟 这一个决定 相关的人事物讲 就好了 就可能会 影响到他 对 或是 好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今天决定 要 去环岛一个月好了 之类的 那你是不是 如果说你有 同住家人 或是室友 或是同事 那你要告诉 这些人 你不可能说 完全不告 不讲一声 不告而别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失踪了吗 还怎样 或是你在不爽吗 然后就是以为 你离家出走 或是成为 失踪人口之类 就所以你只要 告诉相关的人 那你 为什么要告知 其实这是一种 尊重 也许有时候 当你开始 真的告知的时候 一开始 身边的人 或许说 他还是有点 不太理解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是当你 透过一次 又一次的 告知 他们会越来越 理解你 对 就很像 因为人跟人互动 我常常觉得 很像是在跳舞 那如果说 我们是跳一支 这种 呃 原舞曲 或是什么舞 好了 那呃 你总是要 透过这种告知 无论是你的 呃 行动 还是你的言语 你就是去告知 他的时候 他会一次又一次 更知道怎么去 跟你跳这支舞 哦 我听到策略 就是只有 显示者的策略 是告知 是比较需要 后天 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点意外 不知道 像是 呃 比例比较多的 或者是 其他的类型的 的 生产者啊 或是其他类型的人 所以他们的策略是会 比较 先天内建在 自己的身体里面 然后他们要去 去加以利用的意思吗 嗯 像 如果说是 生产者来讲 他就是 回应 那他就是 健骨 就是他体内 可能有一个 就我刚比喻成 马达 对 那他的马达 有时候不是 无时无刻 对所有事情 都有那个动力 哦 那他 就是如果对 这一个人事物 这个 来到他眼前的 机会 或者是事件 有回应 那他就是代表 他真的有 内在有动力 去做这一件事 可是 嗯 像你说的 那种先天的感觉 其实有的 也蛮多 生产者 他已经忽略了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可以说 大家一直都有点 过度在用脑袋生活 然后 会忽略自己的 嗯 身体 真实的那个感受 嗯 然后 会一直用理性 去做很多决定 这样子 但是他 也许他并没有 真的有回应 可是他会硬去做 那他久了 他也会跟他的 健骨能量 失去连接感 哦 他有一点像是 比起 一直动脑 去思考 理性分析 应该要更 有点像是 本能性的 去认清自己 对于这些事件的感受 专于自己的是 回应 原本应该有的 本能的回应 这种感觉吗 嗯 对 因为人类图 一直在讲的 蛮重要的 就是那个 内在权威 跟策略 那他其实 人类图 他并不太像 坊间那种 可能算命系统 就直接告诉你说 啊你适合 做什么 做什么 对 那人类图 比较大的事 他其实是让 让你知道 你要怎么 做决定 那不会有人 告诉你说 你该做什么决定 你就是完全 要回到你自己的 内在权威 跟策略 去做决定 然后所谓 内在权威就 绝对不会是脑袋 因为脑袋 是我们的 外在权威 就是此刻在 说话 在互动 我们在分享 脑袋的知识 我们现在 其实都是在 用外在权威 在互动 这种感觉 哦 对 可是你的内在权威 其实一直都 他也是都在运作 但是他可能 没那么理性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人 他可能真的 透过内在权威 与策略 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会惊吓到别人 会觉得 你怎么会做这种 不理智的决定 但是人类图 因为他已经 真的没有什么 理智或道德 这种框架在 就是他其实 跳脱于这些 因为像内在权威 我跟亚群 虽然都是显示者 可是其实我们两个的 内在权威是不太一样的 像我是情绪型的权威 然后亚群是直觉型权威 那我不知道其他 还有哪些类型的权威呢 这其实蛮多的 这么多 讲完可能要两小时 真的假的 所以其实都算很少见 我只是突然想说 那就是像那个类型 除了显示者 生产者以外 还有哪些呢 那个投射者 还有反应者 然后投射者也 大概占 21% 对 然后反应者是最少的 可能全人类 大概占1%左右 所以主要其实是四大类型 就四类型 OK 但是权威就非常多 权威应该有分六个 还是 我可能要再去 进一下 对 但是我知道有不同的 内在权威 然后还有一个是 无内在权威 蛮特别 我好像有看过 对对对 然后不同的内在权威 其实他们就有 不同的 做决定的方式 这样 那像我是情绪型权威 我记得我之前查的时候 他好像是说 比如说情绪来的时候 先停一下 不要立刻做决定 所以因为可能会 做出不见得是 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或是可能自己 真的想要选择 他是叫我避开 那个情绪的高点 然后去做 一些荒谬的事情之类的 那个所谓的情绪高 第一点就是 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 就是如果你的 人类虎跑出来 你的右下角 那个三角形 如果是有颜色的 那这样子的人 他一定就是 内在权威是 情绪型的权威 对 那这样子的人 为什么说 你们做决定的时候 不要那么 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 冲动做决定 因为你们在 不同的情绪高点 跟低一点上 看待同一件事情 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 比方说你现在很high好了 然后你 其实很high的时候 你就很像是 太靠近去看一些人 然后假设啦 假设你今天看到一朵花 我是比喻 然后你觉得说 哇 这朵花我真的是觉得 哇 这就是我要的花 超赞 对 我想要把它摘回家之类的 那我就被抓去关了 其实你太靠近 然后你觉得 哇 这好美 但是 如果说你的情绪 走到低一点 你很像是跟它 有拉远一个距离 然后有时候 拉远距离 你反而可以更看到全貌 然后就发现 这花明明就是 旁边就已经枯萎了 或是它甚至有刺 它根本不是你想要的花 但是我会觉得说 情绪中心有定义的人 你们也 也很像那个 一个摄影师 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摄影师 你们在一个地点 可以就是从日出 然后就开始在拍摄眼前这朵花 然后到了大中午 然后艳阳高照 这花可能又有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光去照射它 直射它 呈现不同的色彩 然后到傍晚 然后又有不同的那种 那种浪漫的感觉 这样 所以你们 其实体验一件事情 可以有很深层 然后有很多层次 跟不同的感觉 对 所以说你在不同的情绪点上 会有这么大的差异的时候 才会说 你可以就是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不要贸然去做一个决定 尤其如果这个决定是会影响你 可能蛮大的 比方说 工作啊 一个任务 它至少会影响你一段时间 这样子 那你就可能可以跟对方说 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一想这样子 然后你其实想 其实是去感受它 信赖 你就去感受一下说 这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做 然后 大概如果有七八成 你在不同的情绪点上 都想要做 那它可能真的就是你 很想做的事情 因为你在很high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 哦 没关系 我都做 我都接 但是你到第一点就觉得 哦 到底 那时候为什么要答应这件事 有有 我今年有很深刻的感受 哈哈哈哈 不要冲动 这个我觉得 不管你是什么权威都一样 不要冲动 不要冲崩 因为跟家瑜比起来 我的那个右下角 其实是空白的 嗯嗯嗯嗯 对就是刚刚在讲的 那个情绪中心是空白的 而且你很特别 你是完全空白 就是 他是一个闸门都没有 就是 哦 真的耶 对 然后但是因为你只要跟家瑜 在一起 你就会感受到这种 饱满的情绪能量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会被影响的 对对对 只要是空白的 它就是会开放 外在的影响这样 嗯 其实我觉得 呃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点 有的人会 就是很紧张说 啊我这样情绪 就是被影响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们只要 呃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我们一出门就是周遭 一定会有人去填满你这些 颜色啊或是带给你一些影响这样 嗯对 但是你的完全空白啊 其实它有个很特别的点 它是说呃你 你的给人的感觉 其实是蛮平静的 就是在你身边 可能会觉得很 很平静很自在 对 我尽量 然后 如果都不要讲话的话 可能可以 对 然后呢 但是有个特点是 你对于一些情绪上的反应 可能会慢半排 嗯 比方说你今天发生一件很生气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过到晚上吧 才会突然就是压起来说 嗯 下午那件事情 对 怎么会这么让人不爽这样 嗯 但是其实你下午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 并不是没有感觉 你只是 那个反应会延迟 嗯 对 因为我们会说这样的设计 有一个可爱的称呼叫做情绪恐龙 哈哈 它就是恐龙就是 而且是雷龙 是雷龙 好像把他画出来了 尾巴被踩到的时候 他可能会很慢转身 对 而且 因为其实 有点像是 我们在心理学里面讲到说 如果人受到压力 或者是进到一个危险状态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会决定要战或是逃嘛 嗯 就是一个直觉的反应 然后我觉得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 雅群即使进到了危难的关头 对他没有一个像 就是情绪可以带他立刻 比如说他要反抗 他要生气 或者是他要难过 他会反应的比较慢 所以 可能回过头来 就是他会置身在那个环境里面 比预期更久一点点的时间 比如说 容许自己在一个 负面的环境里面 比一般人久 就比如说 可能摸雅群屁股一次 雅群可能回家会想说 他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然后可能隔天还是会复约 但一般人可能当下要生气 或者回去就会大暴怒 然后就封锁他 对 可能会比较晚反应过来说 欸这样不行欸 这样 就说了也大家不要来摸雅群 你各位的 也不用猜我一把 如果讲说危机状况啊 其实他很有可能 反而是他可以就是 放下那些情绪 然后去处理危机的状况 如果是要以讲危机状况来讲 但就是另外一种危机 对但如果是情绪 情感上那种危机 他可能会 比较慢半拍 但他要学的可能是去 也要去练习 表达自己的情感跟情绪 这是一个 我觉得情绪空白的人 比较有一个考验啦 可是他并不是不好 他只是需要去练习去讲 然后因为他如果没有练习去讲 他很常的情况 可能是他会隐忍 就是会忍耐这件事情 然后等到他讲的时候 已经是爆炸了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对任何成熟的人来说 都蛮困难的 对我就我觉得他 虽然人类图我们讲的时候 都讲到很像是你的先天设定嘛 就他也没有什么好或者是坏 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人类图 很吸引我的一些地方 那当然我们随着 呃成长啊 人生中的不同的经验 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自己 所谓这种内在设定去互动 所以每个人 显现出来的样子会有点 或多或少也有一点点 不同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都还蛮有美丽 嗯 我们事前有先对秦壽姐提问说 不知道秦壽姐看完 我们两个人的人类图之后啊 有没有就是感觉一下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倾向 然后那怎么样可以让 我们的优势 或者是我们的性格 发挥的比较好 然后让节目变得比较好看 然后能够做出 比较好的podcast之类的 嗯 问了一个很那个 非常诚实的问题 对很重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说 你们问这个问题 也没有很意外 因为两位的人生角色都是那个 有五摇 就是你一位 五摇但是前后不一样 对不对 对对对 他的念法就是 如果你看到你的图 然后你的人生角色 相加于是五一 然后亚群就是三五 那只是一个是在 数字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嗯 那前后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前面那个数字 其实是你自己有意识到 你有这样子的特质 这样子的性格 那后面那个是你的无意识 但是你会透过你的行为来展现 然后五摇我们都说 呃其实五摇超级务实 可是一开始大家会觉得 五摇充满魅力 你们也很懂诱惑 就是如果说要讲到做节目 或是说在众人前有一种形象 就类似说艺人也是这样子 艺人如果是有五摇 他们就是很可以接受 呃就是观众或是网友 会对他们有一些想象跟投射 然后这个想象跟投射有时候 跟真实的你们 当然还有一段距离 呃现在自媒体很多 或是网红很多 大家都一定会这样 就是他的形象 跟大家的投射 一定会有一段距离 嗯 可是五摇的人 接受到的这种投射 会更明显 对 因为五摇的人 有点像是一种 自带光晕的感觉 所以大家对你们 好像套了一层滤镜 他会对你们有各自的想象 这样子 我觉得很 嗯 蛮准的耶 我也是 而且我觉得这样讲 我刚才觉得我也不要脸 但是我也觉得 在前后 这件事情也很准 因为嘉瑜的五摇在前面 我的在后面 然后呃 一个是自己可能有意识到 然后一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 但可能行为之中会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 放在我们两身上也蛮准的 他那个前后 比如说我是前五后一嘛 五一 所以就表示说呃 我很有意识到就是自己的这一个性格 然后也可以感觉到其他人可能是透过呃这样的方式来看我 你的意识会用五摇去去那个去做做很多事情或思考很多事情 所以呃你们两个也算是会有一点彼此共振 因为等于说你的意识是五 所以你看他的行为你会觉得很合理 会觉得哦你好像做出来的样子 我觉得我都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 然后那个意识到这件事情 你会有一个五摇的意识的时候 因为五摇他其实是有一点有一个姿态 有点优雅 他会也会有点像有藕包 有藕包吗 就是你不会轻易让别人看到你可能不想被看到的样子 哦 对 但是因为五一的人又有人形容成是天鹅 天鹅在滑水的时候 会下面其实脚很慌乱 对对对对很努力的在彩 对对对对 这应该是说也不一定是 那不是鸭子吗 鸭子滑水看不出来 天鹅也有点滑水啊 OKOK 对但是表面上会觉得 哦他在水上滑行的很优雅 哦 对 那有点好凶哦 所以他的前后是 呃就是他上线就是五了嘛 是吗 没有还有六 哦还有六哦 对 哇那不是很夸张吗 五摇的人就是呃五摇的人很 我刚才有说到很擅长那种诱惑感觉 可是他那个所谓诱惑其实就是有各方各面啊 比方说你们在跟来宾在对谈你们其实很 其实你们很擅长跟陌生人对谈跟讲话 然后有时候是用一种好像敲边鼓的方式 对或是很有趣斗趣的方式在互动 如果说你的组合是五一 我觉得你是就是私底下会做很多功课的人 对因为一摇的人他其实需要去做很多功课来满足他的安全感 应该说应该说你觉得这样子比较踏实 哦所以这两个数字我们都会像亚群是三五 然后所以亚群就是三摇跟五摇 对对对 哦然后如果是在前面的那个就是你可能比较有意识到 或者是你有点展现出来的 对 然后后面那个数字就是比较私底下 或者是比较潜意识的感觉吗 后面那个数字是你可能没有意识 可是你会在人前展现 所以别人看你可能是比较一摇的感觉 对但是这个人生角色其实它是一个跟外界互动连结的方式 就是你每个人跟别人连结互动的方式这样 对 然后我刚刚说五摇 如果说要讲说怎么让那个节目更好这个点 其实我觉得他也不能只看这个人生角色啦 就是他也是有你们的其他的设计这样子 但是我会觉得你们跟太熟的人反而会没有办法用这个样子来互动 哦真的吗 就是 为什么 就在他们面前其实就是他们太了解你们 你们对他们会失去某种影响力 很神奇 五摇会这样 五摇适合影响陌生人 或是没有很熟的人 哦 因为大家会对你们有投射 近一点的人滤镜就消失 对对对 他滤镜不见 以 who 是种种感觉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你好像说 你妹不会想听节目什么之类的 对啊我妹 可是我妈蛮想听的 所以我跟我妈比较不熟 哈哈 我妹完全不会想听我的节目 就是一切 她不要说听我节目 我妹连跟我讲话好像都不是特别喜欢 嗯 对对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特指是 其实像家瑜 你有一个 那个35到36这条通道 然后这条通道 其实很喜欢体验 各种新奇的事情 我对这条通道 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人类图 有很多的通道跟闸门 然后其实蛮复杂 因为它通道 又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里面也是 因为区分成 你有意识的 或者是你没有意识的 然后我的35到36 这个它是一个 就像刚刚讲 它说是一个 喜欢体验的闸门 但我在上网查 这条通道 到底是到底是 什么原因的时候 讲到很多就是 35跟36通道的人 会发生很多荒谬的怪事 在他们身上 就是我 就是我 我那时候 就是在研读人类图的时候 查到这条通道 然后我就觉得 我此生足矣 我只要知道这件事 就够了 对 我这一切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 我只是去找到解释了 对 我只是去咖啡厅 喝个咖啡 我的鞋子都可以 被别人传走 对 就是这么夸张 对 一模一样的鞋子 一模一样 然后而且不是那种 很常见 是根本就台湾才 可能一个贵那种 对 就少到不行的牌子 然后还会被别人传走 而且我还没发现 就是同款 芝麻不同 对 我是隔天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觉得 这鞋子真的大很多 就是 太奇怪了 因为我那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 我还想说 鞋子变很大 会不会是我今天走 一整天 所以它被我撑大了 然后我就说服自己 就离开 然后隔天我真的觉得 它大到不可思议 然后才看 不是我的size 然后我才发现 哦 被穿走了 就我的人生发生 很多这种 我觉得 非常多荒谬的事情 你很难想象的荒谬事情 对 但我觉得它已经超越了红色 就它已经进入我的 哦 然后我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现在也都很平心静气 这是我人生的体验 对 有人会说 哦你们就是那个叫什么 麻烦危机吸引器 这个说法 这条通道没有不好 没有条通道 哪有那么多故事 人生会少了很多 可以讲的故事 就我现在已经 很平心静气了 对 对 有这条通道 其实它就是很容易遇到 没有遇过的事情 所以没遇过的事情 有时候就是会被人家 真的很难遇过 认为是一种好像麻烦啊 意外之类 可是这些事情 其实都只是没有遇过的事情 才会被视为麻烦或是意外 但是你只要遇过 就知道以后要怎么处理 对没问题了 以后鞋子很大还是现场看一下 都是小事 危机处理大师 有一次我 就我去国外玩 然后我跟朋友 借着他的房间放行李 因为我没有下榻在那边 然后他就把房卡给我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沙滩玩 因为我们要参加他的那种 海边婚礼 然后在沙滩走一走 踏踏浪的时候 我就发现 妈的房卡不见了 我到了沙滩 我说房卡不见了 怎么办 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就一个大浪打来 我的房卡就随着浪 漂流到我旁边 房卡怎么在这 然后就该把它剪起来 我把房卡剪回来了 天哪 浪花上来房卡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会发生这件事情 但总之就有惊无险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 你事后过都会觉得蛮有趣 但我可以想象得到 就像有些听众是 他绝对不想要过这种人生的 就是我觉得看你怎么样看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就像里面每人的图 告诉你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告诉你说 你就是会 你有这样的倾向 或是特质 但是 用说明 对 每一个人应该都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看他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条通道 我其实又好气又好笑 我反而没有生气 或者是那种沮丧或什么 我就是哎呀 真是 果然如此 而且只要在你能量场周围 你都可以跟你一起经历这些事情 蛮好玩的 那就是有些人可能要避开我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应该真的很困扰 但是我会觉得说 就是这一个通道 他真的很喜欢体验事情 所以如果说要讲到 做节目 我觉得你们两位 其实都有一点那个啦 叛逆的反叛精神 在骨子里 真的喔 对这个从图上真的也可以看到这样 只是说他 我不会特别讲说是哪一个点 对 但是两位真的都喜欢 可能有一些跳脱框架的事情 对 跳脱这个社会框架 或是世俗眼光 然后有时候 讲头发好像是什么 相方败俗的podcast 但是你们 你们其实是你们 两位有不同的那个看法 像家瑜的话 你可能其实是希望 让这个世界 让更多人事物更好 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你有批评的 批评的通道 对 他其实是一个 源自于一个对人的一种爱 对啊 我骂你是希望你更好 是喔 是喔 然后像亚群的话 你如果要做一个题材好了 比方说这一集节目 他的主题是什么 那你可能会希望他是 很符合你的那种内在信念 嗯 对 他是跟你内在信念 是不能相去太远 对对对 然后你还要希望 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呃对 对 对没有错 对而且你也希望 就我刚刚讲到那种反叛精神 就你有时候也真的会有一种 就是要颠覆某些人的想法 这种感觉 呃或者是我自己 其实有感觉到我蛮有那种 会想要代表少数或是部分人 或者是并不是大众的声音的一个潜在欲望 然后如果我要讲的话 或是我要讲的主题 会让我觉得 欸不行 这个有点是我的唯心之论 那我就可能会有一点抗拒 或者是我就会选择沉默 就是不替这个东西背书 嗯 对 然后一方面 你也是一个可以接纳各式各样 不同人事物的 嗯 嗯 对 所以其实是基于这一个点 然后你会觉得说 你要替一些人事物来说话 就是让他们觉得说 就是大家都是可以 就是都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这样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听到 现在我只有一种 我们要转型成为一些公益 或政治型化的感觉 但我自己跟亚群录节目的感觉也是 就是 呃 就像刚刚亚群自己说 他觉得他会想要代表一些 比较相对少数 或者是比较少被 听见的看见的 诚实的声音说话 就是亚群在 呃 对外陈述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到这一块 但 我的话其实比较还好 我其实想不太到任何人 我就会只想到说 我就是代表我自己 所以你们其他的人 因为大家也会说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不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 我讲的就是我的意见 然后如果有 对啊对啊 呃我不能代表任何人 因为他就代表他自己 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不行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不满意 那就 I don't care 对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想法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呃那是我的想法 不是任何一个人 嗯嗯嗯 所以如果 不符合你的要求 或者是期待 就是我 我会觉得 哦 非常非常OK 我欢迎你有任何的想法 因为你是你的想法 我是我的想法 嗯嗯嗯 就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从 听这种的 留言回馈说 很喜欢听到我们各自不同的观点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哦 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大家听起来可能是 一个人 对应一个声音 可是其实不知道说 我们的声音背后 其实有很多 诸多的考量 就 maybe思杰的声音也是 呃 他也有一些想要代表的人 一些温暖的人 这样子 或是一些温柔的人 我不知道 因为思杰可能也有一些 对自己的想象 跟对自己声音 出去的那个声音的 那个期待 就我们每一个人 背后的原因 其实不太一样 嗯嗯嗯嗯嗯 那不知道 也是为亚群某一些福利好了 不知道 看了这两张人类图之后啊 你会不会觉得 什么样的恋爱对象 或者是那种恋爱相处的方式 可能比较适合我们 或者说我们 需不需要有一些策略 哦 针对关系的策略 对啊 针对关系的策略 这个是人类图可以 看 也不是看出来 就是 是用得上的吗 他可以用得上 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 非要这样子 不可 就 其实跟唐老师 讲过一句名言一样啊 就是 没有合不合 只有怎么合 真的 我原来说 没有合不合 只有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便行 但是人类图 明知山有虎 你还去明知山 我比较可以看出一些特质 就是说 像家瑜 遇到不同的人 其实很容易就是 会有不同的样子出现 就是 跟不同人相处 会有不同的对应方式 呃 我自己感觉是 我可能对外都觉得蛮能干 然后也蛮独立的 可是实际上我对 比较亲密的人啊 就不管是另外一半 或者像我妹 我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废物 真的是一个废物 而且我也乐于当一个废物 会一直传废物贴图 骚扰妹妹 问怎么不回街 今天很漂亮 对 可爱姐姐 会一直传朋友 本身是可爱姐姐 然后我会 很能够接受 嗯 比如说像我自己在跟朋友 或者是同事 什么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要 有点像是 我想要顾全大局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想说 啊 我想照顾一下大家气氛 有没有人今天怎么样 就会稍微 想要留意这种东西 然后其实 我没有不开心 但是会比较累 可是其实像我 如果私底下的时候 我会很不想要 花心声决定这些事情 然后我也不太在乎 有没有兵主进换 嗯 对 就是比如说 我是跟另外一半 或是跟我妹啊 我其实是一个很放松 很舒懒的状态 这让我想到说 你们那个人生角色 就是舞妖 尤其你又是在 数字在前面嘛 所以你的意识 其实舞妖 我们常常形容他 也很像一个将军 我还以为你要说 像李长博 我觉得比较像李长博 其实也蛮像 有没有吃饱啊 都可以打包回去哦 就是你们会 想要替大家解决问题 嗯 真的 我觉得引导很夸张 就是听众有时候 问我那个东西在哪里买 然后牌子可能已经下架 我还去找二手给他 对 就是我想说 但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觉得说 你要帮他解决 对 我想要告诉你 我所知的一切 对 基本上就是墨娘 也蛮夸张的啦 对 你就是妈祖 所以两位都可以知道说 将军 你就想象 将军他要解决问题 但是他也要休息啊 然后将军也不是一天到晚 在外面抛头露面 他真的就是打仗的时候出现 那像家瑜可能就是 你在不用打仗的时候 就是你不用在那边照顾大家的时候 你就是躲起来 很像是在家里 自己看看兵书 或是耍耍废 也没有人 就是也不用照顾到这么多人 这样 就是你要有这个区分 就是你出来 有点像是替人解决事情 可是这个解决事情 也是有人需要你 然后跟你觉得 你可以接这个任务 因为我刚刚说 那个内在权威跟策略嘛 所以你 你也可以就是感觉你的现在情绪状态什么的 你想不想要接这个事情 真的也不是说所有的 所有那个人家来叫你打仗 你都要打 对 因为我已经不是将军 比较像傭兵团了 有案子就发给我 没有我现在是 我真的希望就是国泰民安 大家都不要打仗 对 然后如果说要讲到恋爱这种 这样的关系的话 优先帮群群抓一下粥 好好好 雅群的话 因为你也会在恋爱前 你可能会有 对对方有很多的测试 然后那种测试 太多了 没错 对 没错 然后那测试有时候可能是讲一讲干话啊 或是什么打嘴炮来试试看他的反应啊 完全就是 然后讲一些东西看看说他会怎么回答 然后这些人如果通过了你的测验 然后他有才有可能会跟你进入关系 对 那进入关系以后其实你就会变得比较 不实 就没有像之前这么可能诱惑啊 或是打情骂俏啊 然后所以跟你们恋爱的人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在一起前后好像有这种反差 就在一起之前觉得各种调情 曖昧好刺激 小恶魔重量了 对 在一起之后因为对你们来讲 你们就是认为他已经通过测试了 不用在那边继续曖昧这么多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们会变得很务实 可能就开始什么买家电啊 然后 有吗 大家全有吗 已经开始买了吸尘器之类的 所以如果是更进入一个更稳定的关系的时候 会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对方也很喜欢这样子的关系 那就会跟你们非常合拍 可以这样子说 一直用 使用这样测试的方式 然后去试探对象 会容易让人家就是 怎么会这样的吗 因为没有人在乎台女 所以当台女开始测试 尤其是老妹台女 所以当台女开始测试你的时候 很容易难就觉得 他对你没有意思 或者是他就是在讲干话 他就是想要逃避一些进一步的发展 说不知那个已经是亚群的一个信号灯了 有可能有可能 或者是他会觉得 是不是我要被PO到智能研究社区 好就是我会觉得 其实人类图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说你能做什么跟不能做什么 但只是说你们在恋爱前 会有这样的特质 然后你的内在权位因为是直觉 所以直觉其实 它算是一种生存机制的保护 然后你们其实都很能去感觉到说 来到眼前的这个人 到底对你们来说安不安全 算是很本能的可以感觉到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看起来明明外表就是好好的 但你就觉得不对劲 会有这种敏锐度 亚群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类型 就是通常喜欢一个人就是 然后你就是觉得喜欢 然后或者是 如果来了一个不喜欢 就是客观上怎么好 你就是没办法接受 对 因为我前几天收到一个听众的 就是提问 他就问我说 家瑜都是怎么样决定进入一段关系 然后我就想说 我好像都是那种 怎么讲 有点像被感动 就觉得 他好喜欢我 他好可怜 他得不到我的爱 他好可怜 的情况下 我会想要进入一段恋爱关系 因为其实 可能年纪大了 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 我好喜欢这个人 我好想要跟他在一起 然后或者是一直试探他 或者是想要跟他调情 就是好像都没有 就都不是我 通常对方如果丢球 我通常都不太会接 不见得是我真的很讨厌他 但是就只是觉得 我有喜欢到想要回这颗球 好像也还好 但是会觉得他好可怜 不然我来回一下这颗球 有时候 就是会容易被感动 或者是会觉得很感伤 我觉得你比较就是 刚刚要跟你讲的就是 这一个 说那有点像是 你会配合对方演出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 他希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你会去扮演 对 那个样子 刚才讲 这一整段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的画面就是 狗 就是科技很开心地 叼着一颗球来给你 那其实你觉得很烦 可是你就会想说 啊好啦你都丢球来了 那我丢一下你去玩吧 可爱小狗狗 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地跑回来 他好需要我的爱跟我的陪伴 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种 怎么讲呢 无意是让自己被情乐的感觉 而且对方也没有要情乐 你就突然自己帮他情乐自己 然后就一直很认真的回应他 那我觉得你刚刚 那个秦宋姐讲到说 我们都会有意识到 对方对我们有期待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对做节目来说 我觉得对广泛做节目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蛮不错的特质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 被也是做Podcaster的一个朋友 业界大佬 娃娃 娃娃就问我说 做节目有没有什么心得 跟小诀窍之类的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他说 我自己觉得录音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很多人来录节目 或者是讲话的时候 常常都忘记了 这个东西是要录给其他人听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 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纯聊天 或者是纯访问 不管是跟来宾 还是跟其他主持人 就是真的是一个纯聊天 只是刚好被收音录下来 可是对我来说 我就会觉得 大家都要记得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讲话 其实讲给别人看哦 就是大家只是看不到他们而已 可是其实是要讲给别人听的内容 然后大家要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能够真的讲出 我不会说那个期待 一定是符合他们的框架 但是就是会 你要讲出一些内容 是对得起大家的 就我脑中会一直出现这个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蛮符合 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件事情 就其实他们很有意识到 比如说不管是被注视 或者被套滤镜啊 或者是这一切 嗯 其实你们会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些 可能有用处的 可以说资讯 或者是一些帮助这样子 对我觉得尤其对家瑜而言 可能是这成分蛮重的 因为我有一个想要拯救这个社会心吗 而且因为五一的组合 就是那个医疗就是 他觉得事情就是要可能行得通 然后要有用处 可以说是很文家文打的一个特质 就是你如果要教别人东西 你不会讲得很很玄啦 可以这样子讲 你可以说 我不会说多喝温水 多喝温水啊 土干就浇啊 然后如果说刚刚讲到那个配合演出这个特质 所以如果真的要讲进入关系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感受说 你不管跟谁相处 你喜不喜欢在他面前的 你自己的那个样子 像有一种我凭什么这样讲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一点以我对家里的侧面观察起来 好像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他在一个不同的另外一半身边相处的时候 他自己舒不舒服 或者是心里平不平静 或是想法怎么样的感受 其实作为好朋友有的时候会觉得蛮明显的 真的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很古老的俗言都会说 家里要新 你事业才会忘 就有点这样的感觉 所以才会以前不是都会说 你就是要娶一个老婆在家里 帮你把家里的事业都搭颠好 这样你可以放心去外面冲 那我自己的感觉也是 其实就是你的生活很多面向是杂揉在一起的 另外一半你的事业 你的健康 你的原生家庭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 如果我的这一边没有好的话 其他地方其实都会有点受影响 因为状态本身会比较差一点 对 就像你刚刚讲说 你可能会不自觉要配合对方 那在配合的过程中 如果我有时候 有点违反意愿 或是我没有很喜欢 就是我某一个时刻要扮演某一个角色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我生活其他的面向 我觉得尤其像是因为你情绪会有高低起伏 所以你如果真的在 比方说你感觉到自己是比较低点低潮状态 你真的就不用逼自己去社交啊 或是要去帮人家解决这些事情 因为你的情绪也会渲染给大家 所以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周围人也都会觉得 怎么回事 然后那个感染力蛮强的 我就不回事 因为平常好的时候都太夸张了 所以我只要稍微收回来一点 就是你知道会很明显 我觉得应该还好啦 真的吗 就是因为你可能会有那个高低起伏 所以如果说 这个人如果他非常了解你 那他可以知道说 你现在就是比较 你现在的状态 对比较低低频率 那没关系就让你多多休息这样 如果能有这样子的伴侣 那就是还蛮适合 蛮尊重你这样 对就是不要管我 不要在你低频率的时候 还要一直拿着球 球你丢给他转这样 我拿球打他 怎么会这样丢在他身上 那亚群的话是不是 不管跟什么样的对象相处 其实都还蛮做自己 还是亚群的图 会尚未看得出来 亚群会单身一辈子吗 对有办法看出来吗 就亚群单身有一段时间 这个办法有看出来吗 亚群是没有去那个诱惑人 对亚群没有力气 那如果诱惑亚群有用吗 可能会 因为舞蹈就是诱惑或被诱惑 哦还有被诱惑 然后因为亚群是那个三五嘛 三其实他要去尝试 可能各种局都有可能 各种局 对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去跨出去啦 完蛋了我要出门了 对因为亚群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都不出门 跟他都不回答讯息 所以其实也是蛮合理的啦 我最近也在跟那个收音机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就是亚群是真的 他有这个意愿 只是他都在家里 跟他比较没有回讯息 我不知道怎么样 又有获到他 好我会努力 我会努力 对但是他也要回到他的内在权威 觉得说 哦他到底要不要去这个局 也不是说 每一个他都要开始这样子去 因为舞蹈本身来说是蛮宅的 他真的也没有很想要 一直花那么多力气去社交 你们很会社交 可是你们真的没有很喜欢 真的 因为就是去那种场合的时候 我们就是负责在旁边喝酒 我们都躲到小房间吃披萨 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我们每次只要去多一点人的场合 我们就会躲在角落 然后一直吃披萨跟喝酒 然后就离开 今天的外汇好赞喔 对啊超级烂 烂到爆 包括思杰也是 那思杰可能蛮合理 因为他有一个他在营造的一个 他不善社交的人设 对 我们也没有营造我们很善社交的人设 对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有营造一个不怕生的人设 那倒是 但不怕生跟爱社交真的是两回事 我最近还有在反省一件事情 也不是反省 就是我认真的想一下 就想说 其实人到中年 朋友也是真的不多 就我是很认真的反思了这件事情 就我有时候会想说 羡慕 好像也羡慕不来 就我有时候会看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 可能会PO一些好姐妹的合照啊 然后或者是 我不知道可能好兄弟 那种认识很多年 然后会一直跟他update很多大小屁事啊 然后就会真的那种 最好的姐妹这种 然后自己儿子的就是干妈还是干爹这种 就是那种关系 我想了一下 真的没有耶 就我有蛮好的朋友 可是我们可能 我觉得怎么讲 就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都是互相欣赏 然后也会愿意互相帮忙 但是好像没有到那一种关系 而且我回顾我整个过往的 二三十年都几乎没有 还是有一些仙人 可是没有想象的这么多 可能就真的是在三格两格以内 很少很少 还是其实已经很多 我不知道 就是其实很少 而且有时候就会想说 蛮意外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 其实这个是超级符合舞妖的特质耶 因为舞妖真的也不是来跟大家交朋友的 就是你们出现就像那个 我说将军来解决事情嘛 那解决事情的将军 他并不是来跟你做这种 像你刚刚说那种很姐妹这种朋友 我们是将军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穿一个兜当裤长搭 但不是代表你们不会有朋友 总共只是开路啦 只能开路尖锋 你们会有 但是你们的交际圈可以说 壁垒分明 因为对你们来讲 你们很内部的小圈圈 你们自己会有一个很小的圈圈 可是很小 互相一起工作的 来互相帮忙解决事情等等的 因为我其实 我其实有蛮多蛮不错的朋友 就是出去吃饭聊聊天都OK 但是不是那种 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一定会告知 就一定要跟他讲 包括最近跟谁 可能刚刚认识 然后暧昧或是干嘛 就全部事情都会讲 然后伤心就一定要去他们家喝酒 或是要去他们家过夜 就都不是 通常都不太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我会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我最近想要出国 但因为最近状况不太好 所以我也就觉得 感觉应该没有人会愿意 然后我爬拉了一阵之后 就问了一些人 然后果然就是被拒绝 可是拒绝有很多原因 就是比如说真的没有嫁 因为他就是刚到职什么 可是我想说 我好像真的问不到其他人 而且因为这个状况 我就会觉得 他们应该不会答应 他不会答应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熟 所以我真的最后能问的就 可能就一个嫁我妹 因为我就问了两个人 然后就都不行 因为我就是问那种 要不下个月我们立刻出国 这种 那时候又稍微想了一下这件事 是没有到沮丧啦 可是就觉得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对你们来说 那个内在小圈圈的人 几个可能也真的就蛮足够了 对 然后这些人 你跟他们关系 实际上也是蛮 可以说是一种紧密 但是那种紧密 并不是说靠着 像你说的每天啊 要 对 我们其实离超远 对对对 那样子 并不是 对 这两个人 我都会想要邀请他 成为我的伴郎 对 对 但是我们平常其实很少联络 可能maybe三个月半年 才会再讲话这样 他们就是你 对你也不会有 其他的幻想 就是不会说 跟你有什么恋爱 不准幻想 一旦 一旦是这样子 很核心圈圈的人 他们要嘛真的就是伴侣 要嘛就是绝对不可能 怎么样的朋友 对 对 对 真的是像你说的这样子 对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去 Google一下自己的人类图 然后我觉得 他的细节真的很多 然后可能包含通道啦 闸门啊 定义 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一一 key上这些 像我就会key上 3536通道 然后什么14 闸门 然后去看 我真的都觉得 会有那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 可是因为他就是会告诉你说 你有这样子的倾向特质 或者是说你的 原生设定 他不会告诉你说 哦 像有这样的选项的人 你就应该要去当记者 就是你会 你看不到这些叙述 你看不到这些叙述 但他可能会告诉你说 呃 你可能要把你的这个能量啊 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或者是重心上 会比对你比较好 就他最多就是给到 像这样子 比如说那个批评的能量 因为我有那个 一个批评通道嘛 他就会说 其实你也知道 你有这一个能量 那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很乐于 接受你的批评 即使可能你是为了他好 但你就要记得说 你要把你的这个批评能量 可能放在一些 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我一个大傻眼 然后 哦 ok 我懂你意思 我懂你意思 对因为我以前真的都会觉得 我只是讲实话 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不满 对我现在知道 被戳到了 对对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你不要讲那五四三的 对然后 我自己在看的过程中 觉得很有趣 尤其是你 回想很多人生的一些波折 有些对上了 对 我觉得像刚刚在听的时候 但因为我之前都是只有查通道 然后 他的表格里面的内容 就不太 不是很懂 像包含刚刚讲的 五窑啊 一窑啊 这个 都是很新的名词 然后在 聊的过程中 我都觉得 对 就是这样子 有点 吓人 但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们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真的蛮推荐大家 可以去Google看看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 嗯 他虽然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告诉你说 啊 你就要这样做 或者是你就要 那样做 对你比较好 我自己也很不幸那一套 其实就跟算命一样嘛 就是会说 啊 你这样子 他都告诉你了 然后 通常你要是 你要嘛也是做不到 那你真的去做 可是人生好像 也是有一点无聊 然后我觉得他可以 其实人类图啊 或者是其他这种 泪抓粥工具 他都是能够让你 更了解你自己 然后更 愿意接纳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这个设定 真的是没有好玩 当你能够用一个 不好也不坏的 视角来看待你自己的 所有特质 不论你本来 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 比如说像我 就是一直发生怪事 可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好啦 其实也蛮有趣的 然后他也成为我 跟其他人互动 一个很棒的坦子 然后我觉得 到那样子的境界的时候 其实你会 虽然不是你的主意 可是你会更喜欢你自己 这很可怕的一个结论 对 蛮可怕的 对对 可是就是真的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 他对人类图啊 一开始呢 也会有个期待 觉得说 这个工具 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或是我要做些什么 我就会过得更好 可是 我可以说人类图 他其实跟很多系统一样 他并不会 真的直接告诉你 这些事情 那其实你可以想象 如果他真的 可以告诉你说 你要做什么 才会更好 的话 也蛮可怕 等于是 这是一个权威 对 然后你去听他的话 那你就没有自己选择 跟自己去 探索 跟尝试的 这些空间 所以人类图 他其实 告诉你这些 内在权威与策略啊 或是你的设计 他是让你更了解 自己以后 然后你拿回自己的力量去 为自己做出决定 对 因为人生起 就是各种 大大小小决定 去建构出来的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秦壽杰 我们真的得到 非常多 然后 如果大家对 这个人类图 或是对秦壽杰 有兴趣的话 可以 之后可以去哪里找到你 或是你之后 有什么计划吗 我现在自己 有在一个 IG 然后写一些文章 那大家可以搜寻 看看人类图万应事 其实 那个万应事 其实是那个 哈利波特里面 对对对 然后我可能 之后也会 也会有计划说 做一些 可能工作坊 或是读书会 等等 对 如果有的话 我就会在上面去 分享 感觉如果有的话 我们公司 就会先 第一批人冲 冲去报名 真的 真的 好 那今天这一集 就录到这边 然后感谢秦壽杰 来上我们节目 为我们两个人 做了一趟 就是很深层的心灵抓周 这一集让我们好兴奋 对 然后如果 就是各位听众 你们 后来也有去做 自己的人类图的话 其实也蛮欢迎你们 就是跟我们分享 你们的一些小观察 或者是来跟我们认清 因为我觉得 大家互相分享 自己的人类图的解析 还蛮有趣 然后我们也希望 可以跟更多的 听众朋友分享 不会只有我们 两个人的图 好啦 拜拜 拜拜 拜拜